2018年6月份 当时正在录美食视频和烘焙课程 想学板绘 也能为自己的烘焙产品设计包装和卡片 报了企鹅妈妈的板绘课 白天工作 晚上画画 年底去了泰国 回来为自己画了一张头像 2019年经常出门旅行 一早半个月 决定用水彩记录生活 买了樱花的颜料和木匠水彩纸 画得惨不忍睹 大手打击 就停了一段时间 2019年3月 看到了小米与时时的彩迁作品 原本对彩迁的认知是画儿童画的材料 第一次知道彩迁可以画得这么写实 画了几张后 又开始尝试插画的形式 接着结合着水彩一起领了几张插画 还是更喜欢水彩 开始关注网上水彩画家的课程 2019年6月 接连报了邓锐宁子和主曲色彩的小达哈克 买了两位老师的水彩书 开始一边临摹 一边写生的水彩学习 6月到12月这半年 基本上一直在画画 尝试了不同的技法 试用了不同品牌的纸 笔 水彩 也淋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开始专注于画实物 看到喜欢的作品 都会淋下来来学习他的技法 和处理画面的手法 花了一段时间 也尝试开始自己对着实物写生 2020年1月 接了朋友的商单 为他的水果品牌 画了一系列水果插图 这组画画了很长时间 却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我更喜欢简单清新的插画风 在画水彩之初 买了一本641的册子 希望这几年把它填满 我喜欢画食物 植物 生活小物 这些小物件 可以用来做手杖 也可以画烘焙食谱 画一本美食食谱 是我的梦想 这些小物件 相对于写食的风格 我更喜欢简约 创意有趣的风格 不断尝试不同风格的 临摹和写生 希望最终能画出自己的作品 找到自己的风格 2020年3月 工作室开始忙碌起来 紧接着开始做烘焙直播课程 每次五六个小时 压力很大 花好的时间越来越少 2020年底 意外怀孕了 各种小问题 需要卧床保胎 一堂五个月 2021年5月 可以下床了 又开始画水彩 选了一系列 果蔬水彩来临摹 画了九张 大尺幅的水彩 10月8日 女儿暖宝出生 无措 焦虑 迷茫 新手妈妈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看育儿书 写着照顾宝宝 重新调整生活的节奏 2022年2月9号 宝宝四个月了 我重新拿起画笔 想在绘画的路上 走得更稳 也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